野马经常发布新款手表让我们大吃一惊 它们推出的每一个系列都从各种来源汲取灵感 无论是机动人心的赛车、标志性人物还是著名汽车 今年,这家备受尊敬的法国品牌推出了野马Rally 5 Turbo限量版 其灵感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野马赛车手表 尤其是非凡的Rally 5 Turbo型号 事不宜迟让我们继续往下看吧 5 Turbo以其速度和灵活性而闻名 拥有由著名意大利公司Bertang精心打造的灵活内饰 Renaut 5 Turbo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未来主义的车身 浮以太空船般的仪表版 Rally 5 Turbo采用316L不锈钢结构 侧面盒中可采用抛光设计 向其赛车传统致敬 作为一种特殊的设计 这款手表配备了一个镜像拉丝的铝制转速表表圈 使您能够计算特定距离内的平均速度 为了增加功能 YAMA Rally 5 Turbo采用了印有野马标志的推拉式表冠 确保了高达100米的防水性 当你反转手表时 你会被光滑的表壳背面所吸引 它优雅地装饰着YAMA历史悠久的徽章 采用精致的液压机压花 这款手表的亮点在于其复古表盘 配有两个复表盘 灵感来自独特的L型B式方向盘 30分钟技术器和日期显示屏 以凹型光滑的黑色L型设计脱颖而出 将哑光纹理的碳黑色表盘的其余部分分隔开来 粗短的标记和铅笔风格的签字 在影响表盘突出元素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此外 赛车的红色融入了计时器和秒针 两者都涂成了红色 与带有颗粒纹理的灰色哑光表盘 形成了令人愉快的对比 此外 纸针和抛光金属标记均采用BGW9 Superluminova 确保在弱光条件下具有出色的可读性 日期位于六点钟 与顶部的Rally Automatic文字巧妙平衡 强调了手表的赛车主题 这款手表由防刮双圆顶蓝宝石水晶保护 散发出复古魅力 为其整体外观增加了一层额外的深度 为手表提供动力的是可靠的ETA 拥有约44小时的强大动力储备 这款直径39毫米的YAMA Rally有12毫米的厚度 托尔到托尔的长度为48毫米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YAMA为Rally 5保持了适中的尺寸 时期比普通的现代工具手表更加优雅小巧 换起了一种怀旧的魅力 让人想起60年代的运动手表 YAMA地区的一家法国制造商精心制作了一条20毫米Rally风格的皮革表带 完成了这一造型 有纹路的穿孔皮革表带专为配合比赛主题而设计 同时确保手腕的最佳舒适度 其周到的结构旨在最大限度的减少表面摩擦 增强美观性 使其成为日常生活的完美搭配 总的来说 YAMA Rally 5 Turbo限量版只有300块 是一款真正精致且备受追捧的收藏品手表 这款手表将极具竞争力的价格 与新复古的魅力相结合 俘获了全球手表收藏家的心 对于那些寻找具有真实外观和历史意义的复古手表的人来说 YAMA是那个时代真正存在的品牌 非凡的YAMA Rally 5 Turbo手表 让你拥抱60年代 充满现代光泽的赛车风格 提升你的格调 这就是我们的设计朋友们 如果你们对这款手表感兴趣请联系我们 链接就在下方描述中 如果你们喜欢这段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并点击铃声按钮 查看更多即将发布的视频 欢迎与我们联系 回报丰厚未来可期 所以请继续关注我们 感谢收看